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是2019年11月16日 我们继续来说股市 首先声明,我只是小散户 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做投资建议 我们回顾一下一周走势 周一,指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低开 几乎没有出现有利路的反弹 尾市在2900点有所齐稳 市场呈普跌格局 北上资金流入16亿 周二,指数小幅冲高之后,快速走落 盘中一度失守2900点 午后,大盘探底回升,收盘为涨 并收出一个下引线 北上资金流入10亿 周三,指数延续落实 早盘回踩2900点关口拉起 午后又一次考验2900点 并跌破最低到2893点 尾市被护盘资金拉回 收202905点 北上资金流出6亿 周四,早盘指数低位震荡 又一次考验2900点 午后指数反弹 收盘微涨 北上资金流入22亿 周五,开盘后 户指直接跌破2900点 中午前有过拉伸并翻红 但是午后震荡下行 尾市有小跳水 收于2891点 北上资金流入28亿 上证周跌2.46% 全周几乎都是在考验2900点 并于周五跌破2900点收盘 本周的调整 主要是市场对扩容的恐慌 担心大抽血 如创业本再融资 邮政银行和金户高铁将发行 这都是市场对扩容的恐惧 我们应该知道 中国股市的核心功能就是融资 而不是主要为大家提供赌博的场所 但是顺利融资的必要条件 就是需要有不错的行情 像于农商行本周跌破发行价 足以说明市场的低迷 现阶段已经影响到融资了 其实上面就是把目标再说一遍 要让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 要融资 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看到供给面 要扩容 要大抽血 所以本周市场弥漫的恐慌情绪 我认为这种利空是短期的 一方面外资在不断的进场 另一方面如果行情起来了 会有韭菜和大妈们奋不顾身的进入市场 融资任务也能顺利的完成 所以问题需要两面看 巧的是本周一大跌是双11 双11天猫成交总额是2684亿 一天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一年的GDP 网上段子乱飞 说有的女股民割肉买双11化妆品 我觉得倒还真的有可能 对于女人来说 购物的快乐远超炒股 有朋友问我A股和H股的比价问题 我也聊聊 本周香港恒生指数跌幅比较大 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香港那帮废厅越闹越大 杀人放火都来了 香港几乎瘫痪 我自己也接触一些香港业务 香港同事连顺利到达公司都非常难 可以说香港社会和经济正在崩溃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也在快速的削弱 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恒生指数连续大跌 A股和H股是有比价效应的 其实本周A股相对抗跌 但是对于一些个股 既有A股又有H股 如果H股往下跌 那么A股的溢价就会加大 压力就会非常大 H股对于A股有一个往下拉的动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 本周A股表现不好 有一块原因就是香港恒生的下跌 所以我觉得需要暂时回避那些 有H股的A股 有下跌动力 有消息说 恒指期货被海外资本认估大量做空单 很可能是废清黑衣人的背后资金 如果被他们做空香港得手 香港的金融地位就不保 保金融就是保香港 这个已经上升到政治的层面 我想A股会不会到时来个大幅拉升 带动恒指打爆这些空头 将这类资金撤退 这类资金撤退 黑衣人自然也会收手 这是我的一个猜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 那帮废青小鬼 别看现在嚣张 总有一天会被收拾 我们来看看邻居印度 印度的GDP连续四个季度下跌 已经跌到5%以下 可是印度的股市却牛气冲天 所以请不要拿宏观经济来说是 中国股市不上涨 不是简单的经济触底的原因 更关键是国家对股市开放程度的欠缺 印度市场早早就对海外投资者开放 加上印度不断降息 引发了大量国际资本涌入 所以那些看不上北上资金流入的人 会吃大亏的 将来外资再慢慢影响A股 影响迟早会体现出来 随着中盘股也纳入MSCI 更多品种将出现外资的撑影 而全球最大主权基金 阿联酋的投资局 已经成为A股最大的外资机构 就能说明一切 现在的A股在外资眼里是块肥肉 只不过散户经过多年的等待 不太相信而已 本周北向资金继续买买买 我们可以发现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 深港通流入资金远远大于护港通 这其中也跟外资的扩容 纳入更多的标的有关 但这也说明 随着外资扩容 资金不单单在拱所谓的上证50大蓝筹 或又叫做核心资产 从市场的走势也看得出来 创业版的走势是最强的 月线也是多头排列 深层值也算还可以 在即将多头排列的形态 而上证还在30月线下方不断的抹底 所以资金在选择流入哪个方向 是有逻辑的而不是单纯的炒作 将眼光放长一点 11月份12月份是传统的调整时期 这一类股票了 现在来聊聊我的股票 我还是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本周这股票走势就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走势 在不断的考验了20块的支撑以后 这股票周五跌破了20块 尾市还出现了跳水 全周跌9.56% 这股票最大的压力还是大股东减持 本周应该还没有出现大股东实施减持的公告 现在已经11月中旬了 好像12月底就是6月公告减持的那个股东最后期限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大股东实施减持了 我都要看看拖到最后一刻怎么玩 我认为大股通减持就是为了配合主力 压盘吸货和洗盘的 短线走势看 30天线已经下移到21块左右 而市场的平均成本被抬到20块左右 周五跌破20块 是不是又来一次又空 这股票波动很大 很难说 这一波调整从最高下来 也有两个月了 三次冲击30天线 走出上影线K线 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冲击30天线 主力就不会让散户再玩高抛DC了 技术上 大盘短线调整还没有结束 这是扩容恐慌带来的下跌 是市场挖的一个坑 周线上 创业板已经20周线上穿30周线 而且没有莫及 在走上行通道 生成纸也实现了20周线 上穿30周线 而且创业和生成纸 都是高于这两条线运行 有这么一个规律 当20周线上穿30周线后 就算不是牛市 一般都能多头运行三个月左右 除非是在大雄市的下跌行情下 20周线上穿30周线 只是短期经差 并无法扭转趋势 只有上证指数 20周线还差一点 才能经差30周线 本周又是一根向下的阴线 看上去有点难看 一方面资金确实在拱创业板 另一方面 上证指数是在挖坑 说明市场还需要挣到一些时间 但我觉得这个坑不会大 我前几天做过一个 有关大盘季线的视频 中长期看 中国股市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 这是股市自身的规律在发出作用 并不以外界因素为一直为转移 创业板已经顽强的走出月线多头 我相信目前只不过是在黎明前的黑暗 中国股市这么多年 就是雄长牛短 说白了就是熬 很多人尤其是加杠杆的 熬不到牛市就玩完了 而牛市都是以卖冲的形式出现 当大盘连续突破重要阶段阻力后 自然会有大批想赚钱的资金 跑过来给你们抬轿 而目前我会在黎明来临前坚信自己的判断 坚持自己的策略 这是一场中长期战役 我也相信 中国股市会送给坚守者一个赚大钱的历史机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